赤裸上身男子满头鲜血 旁边一个人甩棍毫不留情 再往他头上敲 旁边跟着棍棒伺候 再冲出一个人 补上一脚飞踢 直接把他踹倒在地 十多人打一人 旁边还有拜托生 原来是五天为市 出来阻挡了 一个个穿西装 从自高点来看 好几次又是差点挡不住 一伙人带甩棍 在棍棒这火爆气焰 七弦路梅丽华舞厅 清晨又不平静了 打得最激烈时 甚至占据两个车道 根本不要命 这斗生响也让附近居民 又被吓醒了 这几天才有 商家都在旁边 也是会怕会有一点影响我们 梅丽华舞厅 俨然成为治安黑暗地带 附近居民活在恐惧中 但18号清晨的恐怖斗殴 业者第一时间这么说 刚刚有人打架是不是 没有 但因为计程车只有两台 所以就在那边吵 反过来叫车 他就走了 试图大事 画小小事 华舞更是赶在快岛部队 抵达之前火速清理场面 一切就像是没发生过一样 要出来 叫计程车 讲话的声音非常的大 讲话的语气 还有他讲的一些不雅的字眼 引起其他酒客的不满 其他的酒客误以为 他在骂他 即便黄汤下肚那样斗殴情绪 但上午停喝酒 随身被拖甩棍和木棍 实在不寻常 流血冲突 真正原因恐怕不单纯 三地车车上来比乡 高雄报道